嗨,你好,我回来了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哪一些人可能不适合做间接性断食 那在这里我指的间接性断食是指12个小时以上 一天两餐,一天一餐的 如果你做一天三餐无零食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人应该守住一天三餐 可能暂时不要做这些比较长时间的断食 首先是比较明显的像营养不良 体重过低,过瘦的那些人 如果你已经缺乏营养又过度的鲜瘦的话 那我们更需要充分补充那些绿色蔬菜、海鲜、高质的油脂 让你的身体吸收营养 恢复到比较正常高性的体重 接下来是怀孕的妈妈 怀孕的妈妈因为那个时候你在带着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们不要计算卡洛里 一天三餐无零食会是最好的 营养丰富的饮食 尤其是鱼肝油、鱼油、DHA、EPA 那些Omega-3会帮助小baby成长 同样的原理也是在哺乳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你需要很多的营养来制造母乳 所以三餐无零食是对你自己也是最好的 还有像婴儿当然不会做间接性断食 那还有像小孩子 如果还在成长中的小孩子的话 那我建议是三餐无零食 因为他们的运动量很大 所以三餐里面要给他们丰富营养密度高的食物 还有多加一些健康的油脂 让他们餐跟餐之间不会饿 如果小孩子想要吃甜食的话 你可以做这些无糖的生酮饼干 无糖的蛋糕 无糖的甜甜圈 那些现在在特别的有机超市也买得到 或者你问一下附近的面包店 附近的蛋糕店 他们愿不愿意开发这类型的商品 所以你的小孩子不会觉得被剥夺了 他们快乐成长又甜甜圈的人生 还有如果你有饮食失调症 像暴食症、厌食症的话 那长时间的断食 只是让你对饮食食物更加大 更放大的有上瘾或者是验证的感觉 三餐无零食会是最好的开始 然后每一餐你要吃丰富深绿叶的蔬菜 加优质的油脂 通常有饮食失调症的人 他们会有这个问题是 一开始吃错了东西 吃了高糖、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要回转、逆转 以前旧的饮食方式来治疗饮食失调症 但是背后也有其他的原因的话 我们也要去看一下是哪一些原因 但是你慢慢的从生酮饮食开始 可以逆转很多的问题的 尤其是戒掉糖之后 你的头脑、你的想法都会很清晰 接下来我们有专业的健身者 或者是专业的运动家 如果你在像Michael Phelps 如果你在训练想要参加Olympics 奥林匹克的话 可能间接性断食有点困难 基本上你如果八个小时 训练运动是你的专业 八个小时你都在training的话 锻炼的话 那可能要你在一餐或者是两餐里面 你要吃一万卡洛里左右的 那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Michael Phelps 他才要一天吃六餐、七餐、八餐的量 因为他要摄取这样多的卡洛里 不然他会没有力气 还有Strongman 他们都需要大量的体力 每一个小时都要补充营养 所以这些人是例外 稍微考虑一下 你现在的情况 然后调整你的间接性断食的时程 那还有有一些人 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做间接性断食 他们认为自己有一些因素 一定要每几个小时吃 那我们看一下是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反而是恶化了原本的问题 火上加油的情形 首先是hypoglycemic的人 就是低血糖的人 他们认为说因为他们血糖过低了 要赶快吃东西让它上升 但是问题就是再过几个小时之后 你又有一个降低 你又去吃 这个就是恶性循环 它没有一个中子 你能做最坏的事情 就是让它一直这样子恶性循环下去 而且当你这样子连续 每几个小时都在吃 一天吃六餐的话 这个就是导致你低血症一开始的问题 因为你的血糖高高低低的 胰岛素也是高高低低的 反而会造成你有很多的渴望 欲望让你停不下来 低血症的人 他们要治疗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从三餐无零食开始 每一餐你要吃很丰富 营养密度高的绿色蔬菜 健康油脂 适量的蛋白质 你如果加足够的油的话 橄榄油 椰子油 MCT油 鹅梨果 牛油果 你就可以有一个平稳的血糖 到你的下一餐 几个月之后 或者是几年之后 你就可以治疗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血糖也会平稳住 还有一些人 他们是很教育 躁愈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 间接性断食会造成身体的压力 但是其实间接性断食会减轻身体的压力 如果你做对的话 饮食吃东西 其实是对我们身体一种负担 因为我们身体要去消化 要让它进行 然后转化成能源 这些都是需要身体的力气 去花费人工去做这些事情 那焦躁不安的人 你要补充很多维他命B 营养酵母 Potassium 质 电解质 之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 当你做生酮跟间接性断食 做对的话 你不会让你的身体 在一个缺乏营养的状况下 因为你每一餐都是很丰富 因为你不是在算卡洛里 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一些女性不敢做间接性断食 因为她们认为会毁坏她们的荷尔蒙 她们的甲状腺 她们的周期 其实是相反的 因为很多女性 她们譬如说有PCOS 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那个情形是体内的雄激素跟雌激素 已经失调了 那背后的原因是高的胰岛素 如果你降低胰岛素 治疗了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其实一切都会改善的 有些夫妇她们因为做生酮跟间接性断食 让她们成功怀孕 还有一些女性 她们有很重的惊奇 有痙攣背痛 这些生酮跟间接性断食 都改善了这个问题 或许还有一些人 她们没有列在上面提的情况里面 自己去斟酌调整 是很重要的 谢谢观赏 拜拜